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3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9月4号星期三 暴政高压之下 中国的恶行事件不断发生 昨天是长春杀井夺枪 今天是冲撞学生和家长造成30多人死亡 显现出中国社会的戾气非常重 而习近平也坦言 害怕发生颜色革命 另外青岛路虎女事件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全国的大事件了 各地的老兵纷纷的前往青岛 迫使青岛现在是戒严了 当局这么做 只是为了一个叫做王慧的女子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和靠山呢 网民的力量显现出来了 真没想到休息了一天劳工节的假期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今天上午北京网民上纯照片显示 新街口到西之门路段 看守天桥的守桥园出现了变化 照片中显示已经变成了一名武警战士和两名警察 武警的身边还多了一个灭火器 有一位北京市民自拍视频显示 三河燕郊通往北京市中心的卡口 又开始检查身份证了 燕郊的家人们注意了 看看这个啊 燕郊进京的公交前置检查又开始了 从8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结束 燕郊通行北京的上班的家人们 早上早点起床带好自己的身份证 公交的前置检查点呢 有两处 第一个检查点在燕苏路的南端 都一丽亭小区附近 另一个检查点呢 在102国道进京的最后一站 大家注意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 提前出行 我是阿龙 每天分享燕妖的大事小情 这段视频中显示在星达广场的公交站 站着一些身穿荧光马甲的警察 另外画面中也可以看到 有一名警察是在主个的检查乘客的身份证 从车头前面的那个提示的站点名称看 大概率是930公交巴士的终点站 郎家园 一位北京居民表示 城里开个什么大会 要求群众们面对某个方向的 不能开窗 不能拉开窗帘 真厉害 赢大了 窗户不能开 现在必须拉着窗帘 出行要检查身份证 其实中共完全可以要求 所有上街的人必须全裸出行 这多好 多简单 可以一目了然 多安全 中共这么折腾 究竟又是哪根筋不对了呢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4号开始 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 将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在今天已经提前会见了来到北京出席论坛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们 原来是中共的黑爹来了 闲杂人等避让 这是一位网民发的帖子 还有网民表示 是丐帮开大会了 命贵来要钱了 也有直接开骂的网民 中共邪教怕死 怕有人暗杀他们 这些狗贼胆子有多小 是 中共得做了多少缺德事 怕到这种程度呢 一天到晚的高喊什么自信 却比任何人都怕死 其实中共也非常清楚 如果中共政权垮台的话 他们一定会遭到清算的 所以习近平是多次高喊 警惕颜色革命 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 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声称是敌对势力 长期对青少年渗透和颠覆 企图策划中国的颜色革命 据说这个文章内容 是习近平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的一部分 习近平表示 要争夺青少年们的斗争 是长期的 严峻的 要警惕颜色革命 声称中共不能输 也输不起 另外去年7月 他在上和论坛上也高喊 反对任何国家 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 策动颜色革命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 人真的是够笨的 也够愚蠢的 谁都不想死 不想死就不死了吗 哪个当权者都想万岁 可是就没那个命 匆匆百年 甚至还不到百年 哪个朝代都不想走 最后不都是乖乖的走进历史了吗 而现在的中共 屁股正坐在火山口上 想不想走 最后都得成灰 今天临近中午12点 山东泰安市东平县警方 发了一份通报 表示早晨7点27分 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一辆接送学生的巴士 行驶到虚昌路钉字路考时 失控 造成24人伤亡 其中已知11人死亡 包括6名家长和5名学生 根据中共官媒的通报 目前还有一个人 是伤情危重 情况危急 其他的那12个人 是生命体征稳定 据说肇事司机已经被控制了 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根据确认事件发生地点 在山东泰安平县的佛山中学 有现场目击者 对大陆媒体表示 肇事的中巴 突然从马路冲向人行道 将校门外正在等待进校的 多名学生撞倒 这位目击者说 我看到当场就有七八个学生被撞 主要是孩子 另外有现场目击者也表示 东平早上死30多个 还有网民指出 救护车来来回回十几二十趟 学校门口的数都撞断了 从影片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场面是非常惨烈 目不忍睹 多名学生和大人浑身嗜血倒地不起 有的学生肢体扭曲 没有任何反应 另外车底下不知道是压了多少人 对这起恶性事件 当局通报说是车辆失控 以交通事故定性 但是这种描述 但是这种描述定性 显然是在淡化事件的性质 有位网民写道 想必其背后必有令人暖心的故事 这是一种反讽的语句 有一位提供照片给大纪元的现场目击者质疑 说是刹车失灵 手刹不管用 导致了心猛 左边右边都躺着人呢 另有民众表示 造势车辆是朝学生冲去 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 造势车辆上 有东平县东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字样 何载52人 对于司机是不是与学校师生有矛盾 效仿的工作人员对大陆媒体表示 没有没有 具体情况你联系当地宣传部门 很显然这是工作人员不敢随意开口乱讲 可能当局要统一口径 所以这位工作人员让联系当地的宣传部门 我们从这些知情人的描述来看 大家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吗 会不会又是一起民众报复社会呢 在中共的极端统治下 中国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 各种恶性事件就会不断的发生 今天吉林长春警方通报 昨天下午一点多 45岁的李某叶在持刀威胁现场群众 警察到场与其搏斗中 一名警察被刺呈重伤 所带配枪被抢走 另一名警察受伤 增援警察到场后将李某叶当场击毙 那名被刺重伤的警察也因救治无效去世 长春警方的这个通报只介绍了结果 并没有介绍事情的起因 事件的经过也很粗略 但是根据网民的透露 事件发生在吉林长春 红旗街万达文化公馆C区 据网民表示 是物业与业主之间发生了争执 经报警 来了两名二十多岁的警察 与业主发生了肢体冲突 业主持刀去割一名警察的大动脉 捅了警察七八刀 并抢走了枪支后连开三枪射击两名警察 随后嫌疑人持枪劫持了一名人质 在地下车库与警方僵持了两个小时 随后警方调集大批特警武警防暴车辆开服现场 网络有多段不同角度不同位置拍摄的视频显示 在高楼和地面上都安排了狙击手 现场被封锁 后来狙击手疑似开了两枪 将嫌疑人击毙 不过业主与物业之间究竟为什么发生争执 目前还不清楚 这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 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况 类似这种恶性事件在今年已经发生相当频繁了 不完全统计仅在七八月份就发生了至少五起类似的恶性事件 分别是7月4号辽宁沈阳无差别砍人事件 7月5号四川简阳市当街砍人事件 7月21号湖南长沙轿车撞击行人事件 7月23号四川云连县恶性杀人事件 和8月28号山东高密砍人事件 另外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进行统计显示 从5月7号到7月4号 中国发生了40多宗持刀伤人的恶性事件 共造成至少55人死亡48人受伤 所有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 其实如果深挖的话 就会发现背后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 在中共多年极端暴力的统治之后 中国百姓的生存压力巨大 怨气和怒气都很重 现在就处于一种总爆发的状态 当人们彻底的走投无路 感觉到生不如死的时候 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引发人们的过激行为 而一旦发展成了群体事件 那么就有可能要撼动中共的政权了 下面我们就来说鹿虎女的部分 这部分内容很精彩 大家不要离开 我快速的向大家推荐一下 这款新产品 西洋参红参经 大家知道我最近又经常在关注全国各地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疫情 我发现现在有两大疫情需要特别的注意 一个是猴豆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猴豆 列为了公共卫生事件了 另一个就是中共病毒疫情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全面爆发了 世界各国的疫情也在升温 我推荐的这款西洋参红参经 它的产地是在加拿大 它可以调节人体免疫力 以及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能力 增强对病毒的抵抗力 同时还有舒缓神经 调节情绪 强健胃肠等等这些功效 这款西洋参红参经 它的原价是171美元 不过在蓝莓优品 只需要114美元 您就可以买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今天有青岛网友披露 青岛路口戒严了 原因是陆虎女王会发飙 怒骂殴打退伍兵司机小林 但是被青岛当局阴毙 引发了全国退伍兵的震怒 于是大量的退伍兵赶往青岛 前往生源被打的退伍兵 于是青岛当局 卫护一人封了一城 陆虎女事件发生在8月28号 38岁驾驶陆虎揽胜越野车的女司机 王会逆行插队 结果追尾了前边的大巴车 但是她却迁怒于对象 正常行驶的26岁青年司机小林 不仅是破口大骂 而且是五次殴打小林 删了小林十几个耳光 导致小林是口鼻流血 王会十分嚣张 打人的同事还叫嚣 我逆行怎么了 我打你怎么了 还声称你报警啊 你报啊 我饶不了你 这整个过程小林始终没有动手 而王会发飙之后是扬长而去 仅就这起事件 逆行的王会首先就触犯了交通法 应该进行触罚并扣分 但是当局没有做 第二 王会动手打人至口鼻流血 明显属于是寻衅滋事 应该进行对他进行刑事触罚 第三 小林被打伤 理应进行赔偿 但是当局也没有做 第二天也就是29号 青岛警方有一份公告 表示对王会处以十天行政拘留罚款1000元 不过即使如此 王会只是执行了纸面拘留 特别是今天 山东青岛警方发布了一份1800多座的通报 为王会进行洗底漂白 通报表示 王会目前无固定职业 打人是因为驾驶车辆前往医院预约就诊 表示王会不构成寻衅滋事 并且还表示王会居家居留室谣言 对造谣网民进行了行政处罚等等 当局一系列的表现 显然是要平息民众的怒火 但是恰恰相反 全网都在深挖路虎女王会的靠山 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是何方妖孽 想看看他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势力 更有全国各地的老兵 陆陆续续的前往青岛去声援 不过呢 有三名前往青岛讨要说法的退伍兵 却遇到了麻烦 有一段视频中显示 三名退伍兵前往路虎女王会哥哥的办公室 讨论要王会公开道歉的问题 被王会哥哥威胁非法拘禁 视频中显示 一名退伍兵说必须公开道歉 而疑似王会的哥哥说道不了 那位退伍兵表示 不道歉就谈不下去 那我们就走 就听那个疑似王会哥哥的人说 你走不了 老兵也不示弱 只要我们今天走不出去 会有成千上万的视频发出去 那个人说 你们闯进我公司想走就走 这个人的行为 跟王会的行为 其实都是差不多 大同小异 这更激起了老兵们的愤怒 网络上有多段视频 其中有一辆大跋车 坐满了南枪北调身着军服的人员 字幕上写着 战友我们来了直奔青岛 还有一条马路上人山人海 其中有人举着退役军人抵达青岛的牌子 在一段视频中显示 云南退伍军人已经出发 另外昨天有21辆 装满辽宁大连退伍兵的大巴车 已经抵达了青岛 拍摄视频的一名男子说 全是大连的 我们来了21台车 这么多的老兵前往青岛去声援 只为了这一个叫嚣的陆湖女王会 这个王会究竟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嚣张呢 为什么青岛警方对他如此的偏袒呢 为什么只为了他一个人青岛全城封锁呢 一位网友发帖表示 不得不佩服头条上的网友 青岛劳山女身边的男的 谁都没有注意到 硬是被网友给扒出来了 协助讨逸 这个罪名如果成立 那就有更大的瓜了 这个贴文的下面附了一张照片 显示陆湖女王会身边站着一个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 下面有一行文字 搜索劳山公安局副局长王开磊 就在这个时候 有青岛的网民还偏偏遇到了陆湖女那辆出了名的座驾 陆湖懒生 停在马路上 连车牌号都是一模一样 网民随即将照片发到了网络上 立刻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 按照当局的通报 网会应该是被拘留期间 怎么可能上街呢 有网民表示 陆湖女之所以能够居家拘留 是因为她的保护伞是青岛公安局监管支队长 再一查王开磊的资料 显示果然是劳山区分局的副局长 这两人青岛公安局监管支队长和劳山区公安分局局长 他们确实有权利可以让王会居家拘留 但是经过网民的深挖又发现 王会的头上还有比他们更大的保护伞 知名博主老灯发文爆料表示 陆湖女王会是青岛劳山区城市服务中心副主任 著名的官场交际花 据老灯爆料 她是青岛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余瑞波的小三 老灯表示 青岛劳山区公安分局长黄继亮 为了讨好八戒余瑞波将王会介绍成为余瑞波的情人 随后余瑞波将王会戒调到市局政治处 正在办理正式任职手续 王会之所以如此嚣张 就是因为有余瑞波当后台 原来是市长大人 据说事发党场 王会就给余瑞波打电话 随后余瑞波就命令劳山分局副局长王开磊 到场去处理 掩护王会离开 老灯指出 后续的官宣处理都是扯淡 糊弄百姓的 并没有真的拘留王会 而且当晚余瑞波 王会黄继亮和王开磊就到 移情楼饭店吃喝 根本没把王会打人的事当回事 对于老灯和网民们的爆料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进行查证 不过即使我们去查证的话 当局也不会给予证实 我们不知道陆湖女王会的靠山 究竟是谁 究竟都有谁 有多少有多大 但是我相信 她能够如此的嚣张 不是她娘家有势力 就是夫家有势力 或者真就是市长大人余瑞波的小三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在社群做了一个简单的谜调查 仅仅4个小时就有520万位朋友投票 结果显示7%的人认为 王会的后台是青岛监力支队党委书记 支队长范学强 4%的人认为是劳山区公安局副局长王开磊 另外也有4%的人认为是青岛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顾清明 11%的人认为是青岛市副市长余瑞波 更有75%的人认为 这些人全都是王会的靠山 大家认为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订阅 另外呢希望大家能够加按小铃铛 这样我们上传新节目您就会收到提醒 如果大家愿意进一步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